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今天我是休息啊 休息我就过来这个 骑车过来这个湿地玩了一下 那么上一个视频呢就是我发了这个湿地是在哪里 然后湿地有什么就是玩的地方 有什么样的景色可以去看上一个视频 那么我现在正在躲雨 因为外面不是下雨了 下雨了我就来这个屏子下面坐了一会儿 坐了一会儿呢我就想着 正好跟朋友们分享两个事情 就是一个事情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就是然后另一个事情 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糟心了 就是想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就是首先我是一天一天上班嘛 上单我就之前不是买了个自行车 我买个自行车我就上班第一天 我把自行车停在那个公司 就是我们公司旁边有一个停车的地方 就是一个自行车车位 我停在那儿 然后我下班去骑车的时候我就发现 那个自行车的轮胎是坏的 轮胎是坏的吧 被谁给巴出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我那天拍的视频 刚下班 那些都被弄出来了 刚下班过来提我这个车你看 这个车它都像这样了 我在我在怀疑是谁人为的吗 肯定是谁人为的呀 你看就像这样了 什么情况 真是胡雷 想怎么回事 你看这边 这边也是这样 哎呀 去借一个那个打气筒 没有的话只能 只能提回去了 只能推回去了 我就想了这个到底是谁整的 因为附近哪边有很多人 人也比较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我也没想明白 我不知道到底是那个人为的 还是说是 就是他自己出来的 就没办法 最后 最后我只能把那个自行车推回去 我推了由 因为离家是由三公里 不到四公里啊 三公里 三点八公里左右 不到四公里 我就推了 推了由 因为下班那么也累 我就走得很慢 走有四十多分钟 三公里 走四十多分钟 就回家去了 这是第一个事 第一个事呢 第二事呢 就是 比较开心的事 因为我在 这是工作嘛 工作 这个是一个时刻 然后 晚班收档 收档就是有一个阿姨 阿姨也是六十多岁了 我了解了之后 她说她是六十多岁 这边都叫阿姐 那这个阿姐呢就是 嗯 在那儿干了有 两三年了 嗯 然后快下班的时候呢 她 她突然跟我说 阿鹏啊 她叫我阿鹏 阿鹏啊 你那个 我朋友给我送了两盆蛋糕 正好那天是 我想象那天是 一月一号 她说是 把这个蛋糕送给我 这就是 你阿姐送的十二杯蛋糕 因为她朋友送给她两盆 她吃不完 就是送给我一盆 然后我就那天 一月一号 收到的 不能说一月一那天吧 应该是我今年来这边 新加坡就是收到的 第一个礼物 里面有三个蛋糕 我回去 我没敢全吃 我就想着 嗯 不能一块一下吃完嘛 就是分几次吃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 我要平常吃的话 我一下三个就想吃了 我就留了一个 不是留了两个 我吃了一个 现在还在冰箱里放着 我就想着 慢慢吃 这是第三个 第二个 第二个吃啊 我觉得挺开心的 在这里感谢燕尼阿姐 还有个感受吧 感受就是说 就是说 不管你去哪个工作 去在国内工作 还是在国外工作 干什么呢 干什么活 都可能会遇到一些 不开心的事啊 开心的事啊 那么就是 不开心的事呢 你就自己去消化一下 不开心的消化一下 就不要去想了 那么一下子做的时候 就注意一下 不开心的事 注意一下 就是怎么去避免啊 不开心 那么开心的事呢 你就 对当然 最开心的事 对自己工作 是一个激励嘛 对一个人的心情 也是一个 好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 就 我今天这个分享的 就这两件事 还有一个自己的感受 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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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